欢迎来到汉汉小光的假真经周报 我是汉汉 我是小光 今天要来说生这个字 哇 看到生就想到生日 想到生日就想吃蛋糕 你的思路不管怎么样 最后都可以走向食物 不愧是小光 但就像你说的 生确实就是出生的意思 出生的日子就是生日 而生其实是一个象形字 像形 看起来不太像 而且生是在画什么 应该不是画人出生吧 不是哦 你看过甲骨文马上就会明白了 生在甲骨文写作这样 怎么样 有没有觉得长得很像什么 啊 长得像草啦 我画草的时候也是这样画 答对了 生所描绘的就是草 从土里长出来的样子 也就是出生 没错吧 哦 古人很懂偷懒哦 人出生不好画 所以画草出生啦 哎 这不叫偷懒 这叫懂得变通好不好 生的经文在中间 加了一个圆点作为装饰 后来这个圆点又渐渐变成直线 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生了 哇 其实经文 也还是长得很像图画 但是把曲线拉直以后 突然就像个字了 而且看不出是在画草 笔画是直的还是弯的 会让人感觉差好多哦 你这么一说还真的耶 方方正正的真的比较像个字 哎 既然我说的那么有道理 有没有蛋糕吃啊 要吃自己去买 我很小气耶 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下次再见咯 大家拜拜